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們 收看全能事務所 我是廖慶學 也歡迎全球的觀眾 踴躍上YouTube 來訂閱我們全能事務所 好 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好 第一位是鍾伯 好 肅清 另外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的榮譽理事長 王若賢王理事長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另外還有世衝 好 首先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全球現在所有的人都在擔心的事情 就是武漢肺炎 現在是不是要大爆發了 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了 那我們首先帶所有觀眾朋友們來看 就是在2月13號的時候 武漢就是武漢三陣 全部都聞到了 聽到了這個巨響 那麼這個巨響發生的一個原因 到底是什麼 現在很多人在網路上面 開始紛紛的一個傳言 武漢怎麼會 現在全部都在防疫當中 怎麼會突然之間 聽到了這個轟天巨響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另外一方面 日本不得了 現在在國外的一個 武漢肺炎的一個病例裡面的話 全球扣除掉中國之外的話 全球有兩個人死亡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那麼一個是在菲律賓 在2月13號的時候 另外一起的一個死亡案例 是發生在日本 是的 因為日本在這一波 他們在迎對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動作上 似乎顯然大家都覺得 日本怎麼了 這是大家第一個問號 因為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老婆婆 就是全球等於海外 第二例死亡案例 她其實你可以發現 她整個病程非常的長 她其實1月20號 她就開始感覺疲勞 大家都會發現 很多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在中國早期的病例報告裡面 就有講 他們其實常常會以疲勞 來呈現她的病情 然後她疲勞後來 2月1號去醫院診斷才出現 才說她是肺炎 可是那時候她是肺炎的時候 還沒有人想到說 這個完全沒有中國旅遊史 80多歲都待在日本的老奶奶 可能跟新型冠狀病毒扯上關係 當她2月6號急速的惡化之後 2月13號死亡 她才被確診 原來她是新型冠狀病毒 那這就讓大家覺得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 第一 她完全沒有旅遊史 所以她是在日本的本土 那她的病毒究竟哪裡來的呢 那是不是表示說 在日本的境內 已經可能呈現一個所謂的 社區感染的情況 那有人說 有啦 可能是這個神奈村這個老奶奶 她好像是京都這個計程車司機的岳母 傳出說京都這個計程車司機 可能跟她有這個親戚關係 是她岳母 那京都這個計程車司機 是怎麼感染的呢 她回憶說 她可能是因為 有載過中國來的觀光客 然後她也一樣 你看她的整個病程都很長 1月29號發燒 到2月6號住院 到2月13號確診 聽日本這個部分 最值得關注的其實反而是 何歌山這個男性醫師 跟千葉腎的這個男生 為什麼呢 何歌山這個男性醫師 其實他在1月31號 就有症狀 可是他這期間有3天 他有自己說 他其實已經發燒了 但是他吞了退燒藥 他繼續看診 繼續看診的期間 就表示說 包括他的同袍 包括他們的護理人員 包括他的病患 都跟他有接觸 直到他確診之前 他們醫院跟他接觸的人 現在已經都開始陸續 需要被隔離的隔離 被開始生自有些4個人 包括一個病患已經出現症狀 不過其中一個人是被排除了 但是其中有一個70多歲的病患 似乎今天已經傳出是另外一個 新的確診案例了 但是大家為什麼說 最擔心的是20多歲男性 因為你看看 他一樣是2月2號發燒 到2月13號才確診 這期間 大家知道他是怎麼上下班的嗎 他是搭乘JR經夜線上下班 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 有去感受一下 他們上下班時間的電車 你知道嗎 日本有一個騎警是 他們有一種很特殊的工作人員 是幫忙人把那個 把那個乘客推進去電車裡面 因為他們的電車真的太擠了 所以為了希望大家 能夠準時上下班 所以就會有推電 在這麼樣擁擠的地方上下班 他在2月2號到2月13號期間 他在這個期間到底有多少人 曾經跟他密切接觸過 真的已經難以計數 所以你知道嗎 在台灣 你知道台灣的民眾 最喜歡的旅遊地之一就是日本 對 所以在台灣今天也到 很多旅行社都接到了退團的電話 就說他也開始對這個地方 漸漸失去信心 好 那我問一下醫生 這種案例的話 如果他能夠早期發現的話 他如果要追蹤的話 那也很難追蹤 其實從日本 日本來看的話 日本老早就被看到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日本第一個案例 就是神奈川縣 神奈川縣 神奈川縣的時候 他進來的時候 到診斷大概總共是10天 這10天到醫院 醫院也沒有去理他 他跟他講的是武漢的旅遊室 他也不去管他 就啪啪啪啪 讓他自己啪啪照 然後到最後 這個是沒有旅遊室 對 我是說 我看到那個神奈川縣那個 第一個案 第一個神奈川司機 就是最早期 這一個司機嗎 最早期 最早的那個 日本第一例 本土第一例 所以我看到那個案例以後 我就知道日本完蛋了 日本完蛋了 你這個10天沒管制 那這個都是由輕症為主的 怎麼不會傳呢 那那個理事長 我們現在就是 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我居然沒有旅遊室 我現在已經沒有旅遊室 他也會感染 那日本如果一旦大爆發的話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對日本是有影響 對台灣那簡單 台灣就把日本 給一線就好了 給封起來 一線就好了 那現在工業會不會也 不是 我們還是做那個 那個關口檢疫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日本對我們來講 還是旅遊室 我們台灣現在最好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沒有社區 大家都防得非常好 所以沒有社區的話 我們旅遊室還是可以用的 否則像我們這個新冠的這個病毒 跟其他的流感病毒 其實長得都很像 你到底怎麼分 你怎麼分 分不出來 就是要靠這個旅遊室 我們試於這個旅遊室以後 就會跟日本走了一樣的路 我們現在其實這樣子看的話 算那個時間 自從我們算一下時間 那個過年的時間 我們的過年放假大概是 1月23到2月1號左右 就是1月底左右的時間 這一看的話 這樣一算的話 那爆發點大概就是最近 對 沒錯 事實上以這個周邊國家來說的話 台灣是最有這個 因為我們有SARS的經驗 加上說我們政府反應比較快 所以我們現在的病例 算是比較少了 周邊國家完全都非常多 尤其是現在 除了大家講日本非常擔心之外 你可以看到現在 新加坡跟香港兩個在互追 兩個這個所謂確診病例 不斷的往上堆疊 那更不用講這個 這個中國大法當然是非常多 那南韓也是一樣 甚至現在最新的 連越南也疑似有這個病情 他們甚至把整個村莊都封起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這個狀況 真的值得大家擔心 尤其前一陣子 這個英國的這個學術單位 他有PO出一張照片 那個照片是有6萬人的這個 武漢人 他們在封關之前 跑到全世界去 結果你知道那個足跡是踏遍全世界 那6萬人是踏遍全世界 那個嚇死人 那個陷入 對 嚇死人 所以我才說 接下來其實也是防疫的一個重點 如果真的 因為這個2月14號 15號的時候 台灣大概就過了第一關 也就是說因為1月31號的時候 那個鑽石公主號 不是有來我們北台灣爬爬罩嗎 因為過了兩個禮拜 過兩個禮拜 如果沒有新增的這個所謂病例來說的話 台灣基本上就過了算是第一關 鑽石公主號是什麼時候來台灣的 1月31號 1月31號 對 鑽石公主號現在也是一個 他們真的是一個燙熟山魚 因為說實在話 也是基於因為整個船上幾乎 以日本人居多 不然老實說他們就說 這就是一個英國的船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可能第一時間的處理上面 他們採取的是一個比較 你知道一直以來日本針對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 你會覺得它好像相對就是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警戒對不對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的隔離期 台灣都是14天對不對 我們都覺得因為 它的潛伏期14天嘛 所以我們就隔離14天嘛 可是日本有一度 它隔離期只有10天 因為後來我們要公布新的說 它的潛伏期可能只有10天 所以他們就到10天 所以第一個 它本來就相對比較緊縮 然後這個鑽石公主號呢 它就錯失第一時間就分流的情況 大家想想看 大家應該都有坐過郵輪 如果你有坐過有人想像 那就是一個在海上的 共同生活圈 第一個 很少人是一個人住一間 所以好幾個人住一間 或者是你跟家人住一間 這還好 因為就是你們自己親人之間 但是吃飯怎麼吃 吃飯通常就是有 像Buffet一樣的餐廳 好一點的郵輪 好幾個餐廳可以選 你每天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吃 然後Buffet大家挑 所以吃的時候 大家就悲黃交錯 然後去拿東西 然後慢慢的吃 慢慢的享受 然後通常都會有Casino 就是有賭場 新加坡賭場合關 賭場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台灣 尤其台灣或什麼 那個大家一定要牌要摸 喇叭會一直興起嗎 要籌碼 然後籌碼之外 有些人還喜歡那要吹... 不知道在吹什麼 就是他把點吹走 所以這情況是這樣 就是大家都是密切接觸了 晚上還有表演活動 表演活動 大家把衣服穿得漂漂亮 去看模式表演 去看什麼表演 一直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環境 所以假設今天大家都知道 鑽石公主號的起源 是一個香港人 這個他當時最早先 他是從橫濱上船 橫濱上船之後 這個香港的老先生 到了香港下船 下船之後他才確診 於是乎鑽石公主號 才造成這一系列 可是他下船之後 他們有做進一步的清除 這些船艙可能殘留的病毒嗎 大家都知道 這個病毒如果在20度 相對濕度比較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下 他可以活5天 所以這個老先生下船 船上有做任何動作嗎 有做大規模的消毒嗎 都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下船 根本不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人就跟這些病毒 跟可能疑似感染的人 一直困在同一個船艙裡面 好了 他們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請暫時都留在自己的房間裡 然後內艙的人偶爾可以出來放風 然後餐食是有工作人員送過去 然後工作人員 他們是睡類似通鋪 工作人員不是像我們的客人一樣 可以睡自己的廠商 他們類似通鋪 然後你發現工作人員有兩個感染 所以你看一個感染的工作人員 端著餐食到你的房間給你 中間如果他沒有做好房間 我再咳幾下 我看一下 裡面總共有多少人 總共有三千多 鑽石公主號 我想講一個最新的 因為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比較關心的 還是我們自己台灣的同胞 那之前有一個兒子 他也寫信給蔡英文總統 就講到說他的父親都咳血了 那咳血那感覺症狀是滿明顯的 可是那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趕快用試劑來確診一下 他兒子就講沒辦法 我爸就沒發燒 我也沒發燒 但我們倆咳得要死 我爸都咳出血來了 那沒發燒 他就不給我們 來做試劑的一個 快篩嘛 那到底現在日本是怎樣 日本連在船上 他們能夠提供的試劑都缺嗎 你說武漢缺我們可以理解 那你日本也缺嗎 我不知道 我是提出問號 好 那最新的消息是什麼 這個爸爸呢 終於當然可能也許 我們台灣這部分 外交部這邊有干涉 他爸爸終於下船了 下船之後 大家想不想知道 他爸現在狀況怎麼樣 確診啊 確診啊 對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看船上這邊 那可能也許這位爸爸呢 我們台灣的這位爸爸呢 他至少有這樣子一個 外交部的幫忙 那其他國家的呢 相信應該也有人在咳吧 只是沒有咳出血了 還沒發燒而已 那怎麼辦呢 他這個日本 他做了一個最大的錯誤決定 就是說他把所有的那個人 也不分氣候照白 不汪噹噹噹的 有感染跟沒感染的 全部弄在一起 這就錯了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 對於一個正常 一個感染者 我們給他做的是隔離動作 隔離這兩個是對病人做的 那我們對於 一般來講 我們對於那種沒有感染者 我們是檢疫 那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東西先給他分清楚 那他們有分嗎 他們就沒有分嘛 全部人都隔在一起嘛 結果後來全部都隔在一起 對 然後就把那個 有病的人就傳給沒有病的人嘛 所以我們知道隔離 對一個正常的人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對感染者是天經地義的 對於一個非感染者 那是不仁不義的事情 你這樣把它關在一起怎麼可以 這就跟那個 台北的和平醫院 是一個樣子的 那我現在比較擔心的這件事情 是很多人都在討論的是 甚至呢 中國大陸 鍾南山他們也 他們的研究報告裡面 可能搞不好都提出來 現在甚至也 國外的這個機構 他們也提出來 就是說 糞便裡面帶有什麼 帶有毒 帶有病毒 那病毒呢 會藉由所謂的一個空氣傳播 他們就是叫做 氣溶膠傳播 那不是只有這樣子 來 香港的康美樓 康美樓的話 半夜 凌晨4點是不是 對 凌晨4點 招了十幾台的那個 什麼救護車 把所有的住戶給摳起來說 你們糟糕 你們要全部給我疏散 半夜那麼臨時的時間 怎麼會測了一個這個 好 另外呢 結果呢 沒有想到廣東的保利天月 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告訴各位 保利天月的話 就很像是那個 豪宅 對 好像是心意計畫去那個 郭台銘住的那種 一戶五千萬 一戶五千萬的豪宅 也一樣 你們住戶的話 上下樓有得 這個確診的武漢肺炎 所有的人趕快測 趕快測 住戶裡面 你知道每一個人 都是那個天之嬌子 然後說 我為什麼要測 我去住那個飯店的話 搞不好比這邊還要危險 對 他們說的也滿有道理 真的 住在外面的話 搞不好更危險 這個我補充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保利天月 惡劣的是什麼 就是看出來 有時候有錢人 也不一定有公德心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爆發 這樣的類似我們講的社區感染 因為他回來的那個先生 還有他的太太 還有他的媽媽 就這一家人 他回來之後 他已經知道自己確診 不講 防疫人員上門 你們有沒有確診 不講 然後那奇怪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因為我問我廣東的朋友 問我廣州的朋友 但他既然確診 為什麼防疫人員不知道 就他們好像還有點多頭馬車 醫院那邊給他確診 可是防疫人員還會來這邊問說 你有沒有確診 你之前不是發燒嗎 好 他就隱匿確診 隱匿發燒 再隱匿一個什麼 防疫人員問他說 那你去過哪裡 我沒有去過武漢 他就去了武漢 好 OK 然後後來 防疫人員後來覺得不妙了 因為開始這棟樓 不是已經開始 我們剛才講 後來一陸續而出現症狀嗎 他媽就跑了 我剛才不是說粗話 是他的媽媽就跑了 就跑掉 這是住五千萬豪宅的 就這幾個害的 他們也是類似超級傳播者 好 謝謝整棟樓 當然全部要封 他們不願意嘛 所以最後的是16戶 16戶封到附近的一個醫院區 一個飯店充當成這個地點隔離 現在的目前最新狀況是這樣子 好 那我問一下那個理事長 到底有沒有可能空氣傳播 氣溶膠的一個傳播 有的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在我們這個傳染病 分為接觸傳染跟灰道傳染 這兩大類 那灰道又分為飛沫跟空氣這兩個 我們在台灣叫做空氣 那如果在中國大陸 可能叫做氣溶膠 氣溶膠 那這個飛沫跟氣溶膠之間的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呢 飛沫它是有距離的 大概一公尺以內 它就可以傳一公尺 有的甚至是兩公尺 但是氣溶膠的話 它是沒有距離的 所以可以隔好幾人樓 它都可以傳的 隔了好幾層都可以傳 所以這個氣溶膠 就是我們所謂的空氣傳染病 我們目前來講 認為的空氣傳染病 在2009年的世界衛生組織 曾經對各個疾病 它做了一個排行榜 說到底哪些病 主要是氣溶膠 哪些主要是飛沫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定了三個病是這個東西 排名第一的就是結核 第二是麻疹 第三個是水痘 這三個是肯定以氣溶膠為主的 以氣溶膠為主的 但是第四名以後 大概都是以飛沫為主 例如我們的兩個第四名 同榜的一個近視 大概是什麼 一個是流感 一個是天花 那我們SARS還排在後面 所以基本上來講 大概這些病 我們大部分的灰道傳染病 都是以飛沫為主 但是飛沫的傳染病 也會有氣溶膠 氣溶膠的傳染病 也會有飛沫 都會有的 它們兩個有交叉的 氣溶膠在密閉的環境裡面 是最容易傳的 只要打給我平衡這樣 我們這個傳艙 是早就惡名昭彰了 我們最早的一個例子 就在我們這個結核病 結核病曾經在美國 一艘軍艦裡頭 有一個士兵 他確診了結核病 他在裡面咳了六個月 結果那個船 就是登岸以後 全部人都不能給我下 不能給我下船 我們就全部那邊做檢查 檢查了以後 340幾個船員 有一半的船員 大概有45%的船員 血清洋轉 所以你看在密閉的環境裡面 這個結核病 是我們排名第一的病 排名第一的病 結果他45%的人會傳染 所以我跟他說 這個鑽石公主號 還早的 你最起碼到一半以上 到一半以上才會有的 我們現在才確診218個人 他裡面有多少 3000多人 你知道他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 那個這個船客全部 高齡的 他有條件 就是高齡的 然後先一一的 先把它撤出來 那我問一下這個理事長 如果是他一個是氣溶膠 一個空氣傳染的話 我們現在帶的防護到底夠不夠 如果是他一個是氣溶膠 一個空氣傳染的話 我們現在帶的防護 到底夠不夠 這個我們就拿那個 檢疫官來說起 我跟你講 呼籲到傳染病 防護是沒有用的 防護是沒有用的 它有的成分 它會有氣溶膠 所以你不要只靠著防護 要靠著什麼 要靠著偵測 什麼意思呢 要把這個病人抓出來 你帶的就好了 我們回到傳染病的特徵 就在這裡 把一個人 你有病的人抓出來 趕緊給掐死 把你給悶死 就沒事了 關起來就沒事了 就這麼回事 可是現在已經傳播開來了 不是 所以說那個檢疫官 他穿了那麼多防護 穿了那麼多防護 進去了 沒有用嗎 他不知道哪個人是敵 哪個人是有 對 一樣會不會感染 我們知道這個防護 都不是100%的 N95口罩 什麼叫N95 95%吸不到 還5% 還5% 那這個我們平面口罩 那更不用講 所以呼吸到傳染病 第一個我們防護 根本戴不久 你根本戴不久 你可能怎麼叫所有的人 都那麼一直在戴口罩呢 像我們現在我們國人 一開始不是很封口罩嗎 現在我在高鐵上一看 一堆人沒戴了 就這麼回事 他們戴不住嘛 這是第一個戴不住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個口罩的時候 口罩是要給病人戴的 你趕快把這病人給診斷出來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 他解的很清楚 呼吸到威政機磕頭禮絕 他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一個有發燒 或有呼吸到症狀的人 應該自覺戴上口罩 對 日本這一次其實口罩都已經被搶光了 對 都被搶光 可能自己也沒有 你知道美國在運送他們第一個那個 在送他們第一個案例 進醫院的時候 人家用什麼又送 你有看到嗎 不是 他們 有一個隔離艙 他們除了隔離艙 沒有 他們從撤僑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他們在撤僑的時候 用了軍機 還不是用一般的客機 沒有 他們是貨機改裝 他們是貨機下去改的 貨機特別改裝 而且人員都穿深化 人員全部 大家看一下畫面 全部是用防深化的 大家剛開始看的時候 他們是第一批撤僑 一開始覺得他們很離譜 一開始看的時候 覺得說他太離譜了對不對 對... 一點也不離譜 因為美國從1月3號 就跟他報告 中國道從1月3號就報告30次 大陸1月3號就告訴美國 30次 所以他很清楚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們看到畫面的時候 我們嚇一跳說 有那麼誇張嗎 沒有用到深化的武器 那所以清學 那你再去對比 鑽石公主號已經是病毒培養名 那你一個檢疫官 結果你只戴口罩 只戴手套 而且他戴醫療用口罩 對 然後還戴醫療用口罩 你還不戴N95 連N95 剛剛我們的醫生都搶 N95也95而已 天啊 這樣子想起來的話 所以日本是不是太大意 然後路上 後來有人看到 戴那個防毒面具 他在那邊笑 結果後來我跑到那個網路上面 現在防毒面具也被搶光 全部都沒了 被搶光 這也是真的是有夠扯的 好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來 習近平直接講了 這是一場人民的戰爭 現在已經打到戰爭了 來 他們要堅決 赫止住要堅決打贏 這個疫情的一個防控 這是一場人民的戰爭 總體戰跟狙擊戰 對 但是沒有想到 這狙擊戰一打的話 不得了在那個2月13號 昨天 昨天 就是禮拜四的這個晚上 武漢山正 武昌 漢口跟漢陽 全部都聽到了轟天巨響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 這個他們當地人都聽到 甚至在距離武漢100多公里以外 都聽到這個響 那個響 你會想到100多公里以外 新竹都聽得到這個轟天巨響 那一定是非常大的一個事件 那好 但是問了很多當地人 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 當然中國媒體有些人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們最近不是空投非常多物資 送了非常多物資到武漢來 有人說是那個鷹爆 可是人家說不可能是鷹爆 那到底是什麼轟天巨響 就有人說是不是炸掉了 那個武漢的P4實驗室 因為那個陳威少將 不是去了接管了嗎 接管是 人家說他接管是為了毀滅證據 那是不是炸掉了 反正那個轟天巨響更讓現在 武漢所有人是人心惶惶 對 這個轟天巨響的話 很嚇人 那麼一打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民眾在那個網路上面 就直接把它散播開說 他有沒有聽到聲音 甚至有一些人下去拍 結果拍到天空 有十幾架的直升機載運物資 然後載運物資 從武漢的天空劃過去 他們說這一個飛機的話 是為了要救援這個 這個什麼火神山醫院的物資 對 火神山雷神山 那也很奇怪 他說如果是陰爆 人家講說應該是陰爆 你們的當地 問了當地的官員 當地的官員說 沒有任何的災情 對啊 沒有災情 那有人講說是陰爆 可是他們講說 陰爆不可能發生在直升機上面 不是 我跟你講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 他這個江下去那邊 聽不到特別大聲 大家可能說江下去什麼地方 江下去就是雷神山醫院的地方 好啦 那官方的說法 如果以安撫民心的角度來講 他就說沒有 就是飛機運送物資 但問題來了 運送物資 馬上就被稍微 有一點軍事常識的人打臉 請問你運輸機 飛超過陰速嗎 各位知道陰爆的意思嗎 陰爆就是指你 飛機超過陰速之後 所產生的衝擊波 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陰爆 那只有戰鬥機 才會飛超過陰速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 一般的運輸機民航機 不會飛超過陰速 但是你會飛這麼快嗎 尤其你到疫區 你還飛超音速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很不可思議 那所以就兩種講法 一 這個爆炸聲 真有可能是陰謀論 如司聰所說的 不知道炸什麼東西 二 就是戰鬥機來了 那你也知道現在習近平 他的很簡單嘛 就是我就是阻擊戰 阻擊戰就是 封死病毒在我們的湖北裡頭 所以就是武漢勝 湖北勝 湖北勝 全國勝 但所謂的勝是怎麼勝 勝就是把你封死在裡頭 這叫阻擊戰 所以現在戰鬥機為什麼來 因為軍管 這就是軍管的前兆 所以大家就講 為何說軍管前兆 不然陳一新為什麼要去 陳一新是習近平的心腹 他是中央的政法委的秘書長 那不然為什麼這個易永要去 易永也是他的心腹 前上海市長現在去當什麼 湖北省委書記 李市長我問一下 我們是在對抗病毒 那個狙擊戰是打一場 沒有敵人的戰爭是不是 不是他們這個 那個戰鬥機跟 戰鬥機跟這個音爆 是要戰勝病毒嗎 他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這個 我們知道在公共衛生上的政策 其實基本上來講 落實非常的重要 你怎麼樣把它落地 落得很好 我們知道這個管老百姓 沒有那麼好管的 我估計在我們這個 如果在封城 封在台北市的話 台灣一樣這樣管 一樣這樣管的 你放心 他一樣用軍隊去管的 要不然管不住的 管不住 你這個老百姓天天天 到路亂跑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東西 也不要去笑人家說 為什麼這個軍隊要進去 沒有這個回事 這個到台灣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落實 最後面都要用軍管的方式來處理 但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用的方法 的確是用所謂的政治的手段 以及軍事管理的手段 去壓抑這所謂的一個病情 甚至把那個所謂的病毒 封死在武漢裡面 那麼武漢 有一個武漢F4 那個湖北F4 最近紛紛下台了 對 事實上沒有分 只有兩個下台 一個是誰 一個是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另外一個是武漢市省委書記 馬國強 兩個紛紛下台 在2月13號的時候 兩個都遭到免職 免職之後 尤其是所謂的蔣超良 他的所謂的替代者 就剛才有提到了應勇 應勇的確是 習近平的左右手 他原本是擔任 上海市市長這樣職位 在這個緊急關頭 把他調過來 為什麼蔣超良會被免職 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說要打戰之後 事實上2月8號 當時蔣超良曾經開了一個會 他就說他準備把所有武漢的 疑似感染武漢肺炎的 全部把他關到醫院裡面去 結果他就說2月10號也要完成 可是人家2月10號 記者去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100%完成 結果沒想要被人家打臉 沒有 所以他2月13號就已經下台 有一個說法是因為蔣超良 他在整個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武漢官場 好像想把這個鍋甩給中央 就說是中央反應不夠快 我們已經上報 是你沒有這樣子 沒有跟我們講 所以就換掉了蔣超良 換成這個應勇來指揮 事實上湖北官場已經被清洗了 從最早的湖北省的衛健委 已經被換人了 剛才這個中博委講到 陳一新也來了 這個政法委也來了 另外包括說像蔣超良 王忠林這些人都來了 所以現在整個湖北官場 已經被習近平完全清洗過一面 他們大部分其實過去 都是公安系統裡面的 對 沒錯 王忠林就是公安系統 他濟南市的市委書記 所以他們現在是用公安系統 以及政治的手段 來抑制這個病情 但是在這一個蔣超良 要下台之前的話 要被撤換之前的話 就當天的疫情的話 確診人數是高達了1萬5千人 對 也有人講說這一個是在 類似打呆仗 打呆仗 打呆仗 然後把之前的前任的呆仗 全部一次就把它清空掉 一起進攻掉 那麼甚至在之前的話 我問一下這個理事長 那麼之前有一段時間的話 在這一個 蔣超良要下台之前的話 其實傳出來說 他們的疫情獲得了這個控制 那麼有平緩的一個跡象 到底現在有沒有看到平緩的跡象 我認為這個封城 在目前為止 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那為什麼會有在前幾天 突然間出現了1萬多個病例 武漢出現1萬多個病例 主要就是他們改了個診斷指南了 改了診斷指南 他們改了第5版了 因為他們發覺 他們現在用核酸去做檢驗的時候 常常出現的那個效果不太好 而且他們在第4版就已經改掉了 改成什麼東西 改成了把它從口咽改成了鼻咽 可見那個篩查是有些問題在的 沒有辦法把所有的病例篩出來 而且篩查的時候 它還受限於我們整個篩查的那個什麼 那個試劑的量 那篩查的試劑量 因為湖北的病例是特別多嘛 那其他的省份的病例就特別比較少 所以如果照分配來講的話 它的那個檢驗實力就相對是不夠的 相對是不夠的 所以很多輕症就沒有辦法篩查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 用影像學來去補強它的這個篩查工作 所以一陣時間就整個把它這個病例 以前就pending 一直存在那邊的病例 就給人整個那個篩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做傳染病的時候 我們一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一個趨勢是在往下走的 突然間有個地方冒出來的 我們就認定這個是假的 這個數據是假的 這個數據假的意思就 這個到底是這邊是真的 有可能說我講超量要下台之前 乾脆我就把那個真實的數據 就給它補上去 還是說這邊都是假的 不是 不是 他說我們整個數據 你看了一個長期的 對啊 那這邊是暴增 長期的數據裡面 突然有個暴增起來的話 這個暴增 我們認為這個東西 是一定有原因造成的 就是不是真正的它那個問題 但是現在是說它的檢測對不對 檢測改變了嘛 是因為檢測改變的關係 那實際上這個數字的話 到底可不可信 我們不是看那個數字 我們看它那個整個趨勢來看 怎麼覺得 我想在湖北 它的病例有益太多 那四季不夠 我們認定它那個數字 可能是有點不真實 這個沒有問題的 對 其他的省份 我基本上我認定是真實的 我們要評估一個疫情 嚴不嚴重 試試看它的總數 那是沒有錯的 所以廣東的數目高 這可以說它嚴重 可是我們看這個疫情有沒有救 會不會走下波 我們是看它的那個新增病例的 新增病例 它那個基本上在全國 在封城以後 基本上都是逐步往下掉的 控制住 對 控制住的 有控制住 對 好 那如果控制住的話 為什麼 這一個 香港的話 其實醫學是非常進步的 那香港醫學的話 他們第一個時間 曾經他們派了專家 到了那個湖北去 到了武漢去 結果沒有第二天的話 他說 無力回天 趕快走 林業趕快搬走 趕快回到香港 來 香港醫大學院的教授 梁作為講說 疫情若不受控 全球60%感染 60%感染的意思 理事長是不是代表說 那算了 我們就乾脆放棄它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流感來看 不是 這個60%是這樣子 60%是說 我們都沒有去控制它的 我們沒有控制它 沒有人為干預 沒有人為干預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說這個病毒來講的話 我個人不認為60% 我個人認為百分之百 這個病毒來講的話 我個人不認為60% 我個人認為百分之百 為什麼百分之百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 要控制一個 控制一個疾病的話 病毒是要靠抗體的 我們這個是新的病毒 全世界的人 沒有一個人有抗體 它為什麼要在百分之60% 你講說沒有抗體對不對 來 今天的最新的新聞是說 中國大陸他們用了血漆 說復原的人的血漆 能夠有效抑制冠狀病毒 所以他們拿去拿了那個 11個人 對 拿復原的抗體來治療 這到底有沒有用 這個稍微再講 你怎麼把話題又講開了呢 我說這個人傳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看我們整個人群裡面 有沒有抗體 大家這個病毒是新的 誰會有抗體 對不對 所以他全部都沒有抗體 那個復原的人有沒有抗體 復原的人當然有抗體 他不知道活他怎麼抗體 一個病毒要好起來 就化抗體 所以他有抗體 我剛才講過 一個病毒他要好 就是要靠你有抗體 所以那些不打流感疫苗的人 真的笨得一塌糊塗 因為早死嘛 可是流感疫苗 也沒有估到那個 武漢肺炎 不是 我知道 我講在流感 所以說一個病毒 基本上他要好 就是靠抗體 所以恢復這些人 他是有抗體的 但是有抗體 抗體就能夠治他嗎 那可不一定 我們知道一個病人要治療好 他不是只有靠抗體而已 抗體是一部分 抗體是一個免疫的指標 那比如說拿 埃博拉病毒來講的話 埃博拉病毒 他很奇怪的 他也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 才能抗體 所以這個病的死亡率 是將近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拿 恢復其的人的抗體 拿來給他們用的話 抗體是沒有效的 抗體是沒有效 那你給他 細胞也沒有用 要給他全血才有用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人有免疫 這個人就不會死 但是是不是 輸抗體就可以 還是要輸到細胞 還是要輸到全血 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證據才有辦法 所以他講這個的話 用這種方式的治療法的話 是 這個只能相當一個 先前的研究 試驗階段 就直接人體實驗 他們今天很多試驗 都直接做人體實驗 沒有錯 但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譚德賽也講說 境外的一個肺炎確診的話 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很多可能搞不好是沒有檢測 或者是說 檢測不了算了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般的疫苗看 但是這個世衛的話 這一次飽受批評 甚至連美國都要採檢 他這個世衛的一個預算 採檢的幅度非常的高 採了這個30億美元 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的話 香港大學這個 疾病研究所的一個教授 他管疫就是當時去的人 他講說他們是已經無力了 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一方面的話 中國大學說獲得有效的控制 一方面又要打所謂的人民的戰爭 可是很多小區 包含了一個實驗小區 那個實驗地區 實驗室 它不是小區 實驗室 湖北的實驗室 張灣區 張灣區 特別在講說要打人民戰爭的時候 實施軍管了 不得了 不是說那個疫情可以獲得控制嗎 那幹嘛實施軍管 對 這有非常多說法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實驗室張灣區這個地方 實驗室是大陸非常知名的 重要的汽車重鎮 原本實驗室有一個二汽 二汽後來總部遷到武漢 但是他當地還有非常多的工廠 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人員是密集來回於 實驗室跟武漢之間 所以很多人就說實驗室 大概百分之五六十的人 是來自武漢 武漢這麼嚴重的話 實驗室可能很嚴重 但是因為實驗室目前 得知的病例是非常少 他整個是有四百多萬人 但是他現在的病例 才五百多個 死亡只有一例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應該不只這個數字 然後在張灣區裡面來說的話 有人認為說 有群聚感染的這個狀況 但是找不出誰感染的 找不出來 所以實驗室的區長就說 張灣區的副區長就說 我們乾脆封起來 封起來就14天的時間 那14天的時候 如同剛才慶雪講 是軍管 軍管是多嚴格 是連你的家門 都不能踏出一步 他們昨天晚上就開始實施了 對 等於是說要把他關14天 把所有的居民關14天 那14天的話 都不吃不喝嗎 要吃要喝 要吃的時候他怎樣 他會送到你家去 而且他們是固定的量 固定的量 我送什麼給你 你就吃什麼 然後同時說 裡面如果你要藥物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出來給這個管理員 就說我要買什麼 要什麼要什麼 由管理員去幫你買 這個期間來說的話 你連自己的家門都不能夠打開 因為他們24小時全程監控 所有的電梯門口什麼 全部都有24小時的監控 所以等於是說關14天 他就說關14天之後 就看最後的成果是什麼樣 這14天他們是不是也都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 他就都不用出去 沒辦法出門 可是實驗廳聽說 他們當地是很有名的 他們汽車中正 他們汽車中正 對 因為我們這樣 實驗室來說的話 他如果有GDP的話 是湖北省人均最高 他比武漢都還要更高 當然這是正常的 我們一般的說法 但是有陰謀論說 為什麼他這個地方會封 因為這個旁邊 有非常重要的解放軍的基地 有人懷疑是什麼 核彈地下長城的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在實驗室這個地方 為什麼實驗室很有這個傳言 因為實驗室在1969年 當時被毛澤東指定為 這個重要地點的時候 他就在發展 他就在做中國大陸的軍用卡車 我們知道那種地下核導彈 那種地下長城裡面 都是用那種軍卡車 或是特殊規格的卡車 從這個地方生產的話 剛好就是可以進到這個地下長城 所以為什麼要封這個實驗室張灣區 你知道嗎 我在看這新聞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問說 我很納悶說 為什麼會是實驗室 你要做一個軍管的話 你要不要向上級反映 你要不要向上級匯報 你要上級匯報的話 不是匯到省級 你搞不好要匯到中央 因為你要實施軍管的話 連中央都能夠答應實驗室 能夠實施軍管 而且現在習近平要求大家復工 對 習近平還叫人家復工說 有一些地方的中央做得太Over了 那個防疫做得太Over了這樣子 因為廣東 深圳他們也講說 要徵調人民的財產 要作為防疫之用 那實驗室直接是把人 全部都框在那邊 如果說他們是健康的人 被框在那邊的話OK 對 那如果說他是藉由這空氣傳播 一個人 然後你關在那邊的話 整棟大樓的人 困在那邊好像也是還滿危險的 對 就是說究竟也要看他們的 那個建築設施是不是夠新穎 夠科學 因為為什麼會說 就算不接觸也有可能會碰到 就是剛剛講他們那個 這次康美樓的事情 跟以前桃大花園的事件 那他想說你有時候看武漢的那個樓 建得很新穎 可是問題是他們的衛生排水系統 是不是夠新呢 當年在桃大花園最大的 那個社區感染事件 他那個一座 他們總的社區三百多人感染 後來就想說奇怪了 原來他的起頭就是一個 從廣東來的男子 他那個時候主要是以腹瀉症狀 SARS跟這一次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們腹瀉的比例又更高一點 那腹瀉在家裡 待了幾天也沒什麼出來 為什麼後來整棟樓幾乎都感染了 就有人想說難道是接觸之外 他腹瀉沒有飛沫 也是會有講話會噴到 然後電梯按到之外就發現 原來呢 大家想說 他那個糞便裡面是有病毒的 而糞便的病毒透過 是不是透過他那個糞瀉 因為本來我們設計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U型管 大家想到有一個U型管 那U型管裡面應該會積水 積水的時候 這邊就不能通到那邊去 這邊也不會通到那邊去 所以這邊有水的狀態下是氣密的 所以這邊的糞 它可以隔絕掉空氣 對 糞的這個毒 是不會隔著空氣來 因為水隔了空氣的連線 可是他們去調查就發現 這U型管干涸了 可能一些滲漏 所以這裡是通的 通的情況之下 這邊的糞裡面 如果有一些病毒活性 在這個沖水的時候 再這樣抽風機 可能就順勢就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糞館的話 是也都有做這樣子嗎 因為好像大樓 全部都連通在一塊 他們就說 要看你的大樓 是怎麼設計的 就是有一些 有做那個大樓的 健檢的那種公司 他們就說 確實他們會發現到 有些大樓他們那個 連那個通風都不夠細 都不夠把它沒有封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樓下人在抽煙 你也聞得到 不是從養奶聞到 就很莫名其妙就聞到 甚至有人覺得 為什麼樓下沖馬桶的臭味 你也聞得到 就是說他們不是每一戶人家 他們的設計都那麼優良 可是至少因為現在台灣 它就是沒有這種社區的安利 新大樓可能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那有一些舊大樓的話 可能搞不好會更差 那你像中國大陸有一些的話 那個衛生條件會更差一點 但是實際上這個武漢肺炎的話 美國已經要求中國大陸要給個負責 就是你必須要交代說 這個病毒到底是從哪邊來 為什麼 是因為直接影響到全球的經濟 甚至美國現在已經不排除說 如果在美國當地 引起了武漢肺炎的大流行的話 他們應該怎麼樣做 但是現在直接影響到的就是經濟 那麼現在政府的話 實施這個振興方案 那麼已經有公布了一些實施 不過這些實施的話 的方法的話 可能都要必須要等到疫情告一段落 但是企業到底能不能撐那麼久的時間 來給各位看一下 中國微風已經要裁員 聽說裁三成 然後S Hotel 開始也要放無薪假了 我是覺得微風這個部分 我有一點意見 因為我感覺 第一個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SOGO呢 那遠東呢 那還有星光三越呢 怎麼他們都沒動作 而且你年初的時候 還在那邊說305億 然後你現在就要裁員 外傳三成 但是他們內部出來的聲音是一成 所以我是覺得 微風其實本身是因為 可能自己過張的問題 那至於說像是你剛才有講到 其他的一些這個 我們說其他的企業 的確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航空業也很慘 對 航空業什麼華航 他們也是堅持要減薪 對 你講得沒錯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困難還是因為 還是有一些就是台商必須依附大陸 也就是在大陸有設廠的 我舉個例子 我來跟大家講一個最新的消息 大家應該很熟悉江蘇省的昆山 為何大家熟悉呢 很多台商在那兒 他距離上海只有60多公里 你知道昆山現在說要復工可以 怎麼做 他開出來的條件 幾乎讓你做不到 你知道有台商就跟我們反應 他說昆山要求復工的條件 是四大項裡頭還有40項 那我就大概講這四大項 觀眾朋友來看看 你如果是台商 你做不做得到 第一個 你是老闆 你要復工可以 但是所有復工的員工 你都要做蓋瓜承受的責任 那是有事我就找你 比方說他是我員工 結果他來復工 後來證實他有武漢肺炎 然後他去傳染給廖小學 那廖小學醫療費用 你的醫療費用 所有人的恐慌 所有人因此連帶造成經濟損失 我這個做老闆要負責 好 這只是一個 那個工廠都是兩三萬人 那個好多幾萬人 那如果這個老闆很大氣說 沒關係 我有錢我負責 OK 還沒喔 那你口罩準備好了嗎 口罩要怎麼準備 來 是這樣子 一個員工你要給他準備 兩個口罩 三天的存量 這個人就要六個 好 那我有三萬個人 幫我存一下好不好 十八萬個 那現在口罩在大陸 就已經是比登天還 跟阿拉丁神燈一樣難買了 你要去哪裡準備口罩 而且其實我再補通一下 我朋友說 我朋友是海商 他就說他有準備口罩 準備口罩之後 馬上就被政府拿走了 對 然後政府就跟你說 政府現在在搶物資 對 他也物資不夠 而且現在不是廣東 他們都可以征用嗎 是 視聰講得對 他就說不好意思 你口罩我們現在要直接用了 所以最近不是有很多 所以這是變成一個陷阱了 所以最近不是有台灣的人 在走私口罩 很多時候其實那是台商 他也需要 而且現在是怎麼樣程度 你知道嗎 現在是廠商 不是 現在是他們上級機關 直接給你要 他就說 我已經把你的拿走對不對 你明天準備了兩萬個給我 他們現在地方政府是這樣 他就是覺得說你台商你有辦法 你一定有 對 你一定有辦法 然後不管你怎麼樣 你就直接把他們出來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 沒有人敢復工 自從講到這個我覺得有道理 因為你廣東人民大會 已經頒布了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 你的就是我的 我覺得這個不能怪 廣東人民政府 因為他跟深圳 現在他們就是試行 就是說你所有的土地 財產 汽車 還有包括你所有的 跟醫療有關的東西 我要都可以用 這可以接受 可是問題是 有的人就拿來看到說 那你現在 你這個領導人 已經在廣州跟深圳試行了 那我們這邊 我管他的 我看到有人試行 我這邊就先也來偷跑看看 所以就出現了剛剛說 我舉例 我是老闆 你們每個人要準備 兩口罩三天存量 那我三萬員工就18萬個 好啦 我好不容易用特殊管道 我再強調一遍 可能要特殊管道 五倍價格 準備多少口罩 那要運過來 運過來對不對 被攬截 被搶了 你懂我意思嗎 好 我再講第三個 你看如果口罩問題 你還是有辦法解決 你神通廣大 但第三個 你每天要找專人 像我們在專家 這樣的專家 專人指導 消毒兩次 消毒的地方 包括哪些 你聽了會瞠目結舌 你的接駁車 我找員工來要接駁車 公務車 出公差的公務車 辦公室 電梯桌椅 公共區域 物體 他最後乾脆寫到自己 他都不曉得怎麼寫 他就寫桌 只要是物體表面 你乾脆寫地球表面 這地球表面 你就要消毒 好不好 不過現在就是重研了 現在是重研 我講第四個 你聽了就要噴飯了 第四個 如果上面三個 你還做得到 不行 我還要你再繼續 那個員工下班之後 他的行蹤你也要負責 他下班 連下班都要負責 他行蹤你也要負責 你要要求他不准串門指 然後不准拜訪別人 然後不准怎樣 結果很多我們台上的員工 一看到之後就說 好 那還是先不要復工 對 是不是可能復工 你光是聽到這些的話 你要復工很難 而且如果 我問一下 台上那個地都很大 對 如果政府要跟你爭調說 我們要在這邊 蓋一個方艙醫院這樣 那怎麼辦 你也只能接受 也只能接受 當然 現在就直接徵用 但是傳出林鄭月娥 她準備要徵用迪士尼 對啊 迪士尼 對啊 當隔離裝置 現在即便是復工的話 那麼甚至有一些 乘衣場的話 政府直接要求你做什麼 做絲帶 對 之後絲帶 絲帶現在已經是缺了 是不是 來 告訴各位 真的有記者假冒 政府官員 打電話到了武漢的殯儀館 問一下武漢殯儀館 裡面內部的情形 到底是怎麼樣子 我們來聽一下 我是這個 中央獨察組的 我叫汪有發 你好 對 你好 是這樣的 我來是抽查一下 問一下 就是目前的工作量 你們現在感覺的怎麼樣 還可以完成 對吧 如果再增加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你要是聽真話 還是要聽假話 你要當然要說實話了 我們 之後我就跟領導說 我現在我本能都要崩潰了 哦 你講講看 為什麼 我現在壓力非常大 嗯 那為什麼呢 你們現在的 你們上去重視這個問題 現在的中心中的醫院那塊 對 我們就快 在這遺忘了 我們現在每天的運息量和火化量 是平時的 四到五倍 以前按照武漢市的習俗 嗯 十二點鐘以前要落帳 嗯 所以說我們從一大清早 早上六點多鐘開始上班 對 嗯 到中午就不幹了 哦 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告訴您的 一起接運起來 立即火化不停了 嗯 我們馬書記說的啊 人死了以後 三十分鐘內 夜晚消毒打包 公安部門三十分鐘內 完成給家屬的什麼 手藝 童年一起火化 明天部門三十分鐘 一起接走 接走 什麼狗屁出現 有點長時間沒有啊 嗯 我還是這幾個殯儀館呢 我們管的範圍多大 我的車開過半個小時 都照不了 對呀 你知道他們其他幾個殯儀館 情況怎麼樣 嗯 如果比我差不會比我好 我昨天總共接運的儀器 嗯 一百二十七個 嗯 燒掉了一百一十六個 OK 嗯 然後確診數 啊 確診的 嗯 確診數是八個 我拖在這一百二十七個中間 根據死亡證書上面標明的 確診的八個 嗯 嗯 寫的儀式定儀式的 嗯 是48個 嗯 我這是有全部有死亡證書 到我手上的 好 這是我們看到 殯儀館裡面講的 那麼除了大罵這個政府官員之外 他講說他的工作量 已經超過負荷 他自己已經快要崩潰掉了 那麼是平時的四到五倍 這死亡人數會不會太高了一點 聽說他們還挖了一個坑對不對 對 前幾天有傳言說 在武漢那邊挖了一個坑 事實上慶雪你知道 這幾天不是有他發出最新的消息 就是這個 包括湖南或是周邊的 這個縣市的 這個兵儀社的人員 要準備前進武漢 因為那邊武漢的人 這個工作量太大 這是有剛才慶雪講的 很多周邊的仿製 是有剛才的 他是有剛才的 跟班人的企業 是有剛才的 是有剛才的 他當然有剛才是有剛才的 是有剛才的